- 阿萍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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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觀眾朋友們大家好我是阿萍 今天呢 是3月20 幾號 8月28 現在呢 是日本的櫻花盛開期 全部學校的畢業典禮 跟開學日 就是日本人會設定在櫻花盛開期的日 我覺得很酷 那我們今天呢就是來 上野恩池公園 那這個公園裡面呢 其實它還有那個動物園 然後 看花的跟博物館 其實它很豐富 然後今天非常非常多人來了 超多 欸你這樣拍過去超多人欸 對啊 爸爸媽媽小孩還有那個 年老的人都有來了 我今天會變成賞銀花變賞人 賞人 好怕 我也很怕會賞人 賞人怎麼辦 變成 Kidomi 是這樣嗎 那我們現在就進去拍上野的櫻花給大家看吧 走吧 走 走進來大約3分鐘 就是滿滿的櫻花樹 上野恩寺公園這裡 是在全日本賞櫻花排行榜裡 第五名 在東京都內 是第四名 每年呢 都會有大約400萬人來這邊賞櫻花 是非常有名的景點 到了每次賞櫻花的季節時 都會有許多人來這邊站位子 來一邊賞櫻花 一邊喝酒 如果有想要跟日本人一樣賞飲喝酒的話 就要考慮一下是否要提早來站位子喔 現在 上野恩寺公園這一邊 它就是白野台 給大家吃東西 好漂亮 有 тран hug 我有點看嗎 好甜喔 很日本的很甜 好现在我们来到比较远的一个河体 我觉得很棒就是 这边有樱花开 没有人 怎么拍都行 走吧 这条河叫做荒川 长度全长有173公里 经过棋域穿越一直到东京湾 刚好这条河川在春天时 沿路会开满樱花 是一条非常适合跑步或是骑单车等运动的河川 河川在春天时 好 希望大家喜歡今天的影片 那我們最新影片在這裡 最新影片在這裡 記得幫我們按個讚喔 然後再來幫我們按個訂閱支持我們喔 那我們下一個影片再見 掰掰